大家好 我是星星教授安格斯 天底運行 生生不息造就每個星座各有起伏 6月25號到7月1號這一週裡 最該注意起伏的星座有哪五個呢 首先是獅子座 愚公愚私都雜物繁忙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邊忙完了想找另一個清淨之樹休息 卻又面臨到別人給你的壓力 也就讓獅子的態度情緒一直都非常不平靜 而這樣的態度會讓別人也反饋給你不好的心情 因此獅子會覺得這一週裡 我處在哪裡都不對 乾脆我一個人就算了 然而你並沒有這種獨處的機會 在家裡會有家事繁忙著你在公司 會有很多的責任壓在你身上 獅子如何做好自己EQ的調整才是最重要的 接著是處女座 偏財運不理想 用錢的方式不妥當 這兩解造就你這一週財運直直下落的情況 特別是越接近到假日的時候 處女座越可能出現花錢換心情的狀況 那麼如果你的財運收入不如預期中的理想的時候 你又花錢過多 這樣就變成富家富變成更Double的富了 所以記得處女座要控制自己的花費 另外在投資部分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來是摩羯座 經歷不足提不起勁 所以摩羯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 都呈現了一個半吊子的狀態 但是摩羯一向是一個很專心的星座 本周界處於分心換散 所以很容易會有別人告訴你 跟你說的話你沒有聽進耳 左耳進右耳出的情況 摩羯要注意這一點以免 讓別人覺得你忽視他不重視他 或是你沒有熱誠參與這件事情 如果這件事反應在你的工作上 要同事或是長官理解你 可就非常困難了 第一次要注意的是水瓶座 和摩羯一樣也有著同樣的換散 但是水瓶呢 因為在做事情上面多所阻礙 也會造成心情不好 脾氣不良的狀況 而這兩者加起來就更形嚴重了 水瓶座呢 對人態度呢 倒不是很能反映在臉上 但是會反映在自己做事的心情上 所以你很容易把一件可以好好做好的事情 自己因為情緒而砸鍋啊 思緒不良 邏輯不好 所以提案並不容易成功 這裡這一週裡反映的意見都不容易被人接受 水瓶座要調整好自己的脾氣 最後要注意的是雙子座 在這一週裡會面臨到一些職場的霸凌期啊 但我所謂的這個霸凌不是有人揍你一頓 而是有人打壓你 那所以雙子呢會覺得在公司非常的不順心 那不合理的要求呢是一種磨練 建議雙子在這一週本來就要低調的同時呢 如果遇到這些不平的事情 當然如果太過分了你應該要反應 但如果還吃得下可以承受 其實維持低調一點對你會比較好 那另外雙子呢要多去參與一些同事的邀約聚會 所以你改善這樣的狀況喔 那這樣相信之下來說呢 職場運勢也會提升